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可谓相当引人注目 首先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最近接到了一项新指令 要求他们更快地接受和部署人工智能技术 这项指令是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 目的是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并防止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受害者 虽然这项政策被视为提升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但也引发了一些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担忧 接下来让我们把焦点转向苏丹 美国财政部对一名武器采购主管实施了制裁 这位主管在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场冲突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超过一千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的这一行动旨在打击那些延续暴力和战争的人物 以期促进和平 最后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台湾民众对于美国候选人对台海安全和经贸政策的态度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根据一项民调 近一半的台湾人关心此次选举 并且大多数人支持美国对台军事援助 无论是特朗普的强硬经济政策 还是哈里斯的外交合作策略 台湾人民都在密切关注这场选举对未来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军和情报机构被要求拥抱人控智能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 接获新指令更快接受和部署人工智能 并将之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星期四 10月24日签署了这一指令 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的一部分 旨在确保 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同时防止美国成为中国等对手 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受害者 该备忘录称 人工智能是定义时代的技术 并制定了一些白宫所称 旨在防止人工智能 侵害公民自由或人权的指导方针 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 在备忘录正式发布前 向记者表示 这些新规则将 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 以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方式 采用这些技术 该官员补充说 如果未能更快采用人工智能 我们可能会面临 来自竞争对手的战略性惊喜的风险 该官员说 由于中国等国家认识到 使用人工智能来现代化和革命化 其军事和情报能力的机会 我们必须加速 我们的国家安全领域 对尖端人控制能技术的采用和使用 然而 一些公民自由倡导者 对新指导方针 缺乏保障措施 表示担忧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的帕特里克 图米 Patrick 图米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尽管承认了人工智能的重大风险 但这项政策远未足够保护我们 免受危险 且不受监管的人工智能系统的侵害 ACLU 国家安全项目的副主任图米说 随着国家安全机构 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强大的新技术 不应让他们自我监管 这些新指导方针 建立在去年发布的行政命令基础上 该命令 要求所有美国政府机构 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的政策 这些规范还寻求解决 可能阻碍华盛顿 更快将人工智能 融入国家安全系统的问题 备忘录中概述的条款 要求采取一系列行动 以保护生产人工智能系统 关键的高级计算机 芯片供应链 并采取更多行动 打击经济间谍活动 以防止美国对手 或非美国公司 窃取重要创新成果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捷克 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星期四 在华盛顿国防大学 对观众表示 我们必须作对这件事 因为未来可能没有其他技术 比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 更为重要 他说强调 形势非常紧迫 如果我们不更有意识地 利用我们的优势 如果我们不更快 更全面地部署人工智能 以加强国家安全 我们可能会浪费 我们来之不易的领先地位 他补充道 我们可能拥有最好的团队 但如果不让它上场 我们也会输掉比赛 尽管该备忘录优先实行 以人工智能技术 来确保美国利益 却也同时指示美国官员 要与盟友和其他国家合作 为全球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建立一套稳定的框架 沙利文提到 与七国集团的持续谈判 以及联合国关于 人工智能的决议时说 这份国家安全备忘录的 一个重要部分 是实际上制定一些基本原则 他说 我们需要确保 世界各地的人们 能够抓住人工智能的好处 并减少其风险 塞尔丁 Jeff Selden 是美国之音 VOA 国家安全事务记者 自从2015年以来 一直报道国家安全 情报 反恐 和网络领域等新闻 之前 他曾任住五角大楼记者 美国制裁苏丹武装部队武器 采购主管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星期四 10月24日 对米尔加尼 伊德里斯 苏莱曼 Mergani Edris Suleiman 实施了制裁 他为苏丹武装部队 SAFE 获取武器 来同快速支援部队 RSF 交战的努力中 扮演了主要角色 声明指出 作为苏丹军队主要武器采购部门 国防工业系统 DAS的主管 伊德里斯 一直是武器交易的核心人物 这些交易 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规模 今天的行动 凸显了米尔加尼 伊德里斯 苏莱曼等关键人物 在采购武器 延续暴力 和延长苏丹战火方面 扮演的重要角色 负责恐怖主义 和金融情报的代理副部长 布拉德利 史密斯 Bradley Smith 说 国防工业系统 去年受到财政部的制裁 苏丹军队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在与苏丹军队的冲突中 夺取了苏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联合国称这场冲突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 这场战争导致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 使该国部分地区陷入极度饥饿或饥荒 并引来外国势力的参与 这些势力为双方提供了物质支持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台湾关注2024美国大选 台海经贸政策是焦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一份民调显示 有近半数的台湾人关注此次选举 且有高达67%的受访者 支持美国对台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两党候选人 对台海安全局势和经贸政策的态度 吸引了台湾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半数台湾人关注美国选举 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10月22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在年满20岁的受访者中 有43.9%的人表示关心 其中更有6.5%非常关心 关心美国选举结果 回答不关心的人则占49.7% 进一部分析显示 年纪越轻 受教育程度越高者 对美国大选的关心程度越高 这项民调同时询问了台湾民众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于9月29日 批准对台湾提供5.67亿美元军援的看法 结果67%的人 乐见美国对台军事援助 回答不乐见者则有19% 若以政党倾向细分 民进党支持者有90% 乐见美国军援 国民党支持者则是49%乐见 37%回答不乐见 台湾民众关切特朗普 与哈里斯涉台论述差异 在近期的总统选战中 美国两党候选人 对台海问题的表态 成为台湾舆论关注焦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表示 他愿意以关税惩罚 替代军事行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他在上周五 10月18日 说如果中国进入台湾 将对中国征收150%至200%额外关税 但不需要使用军事力量 对抗中国 相较之下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 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 哈里斯 在10月7日 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新闻 专访时 则表示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 不应寻求冲突 哈里斯说 美国必须确保维持 一中政策 包括支持台湾 有能力自我防卫 确保台海自由 但他并未回答 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支持台湾 台湾学者 解析两党候选人 对台政策路线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 台湾安全研究中心 副主任胡锐洲表示 台湾在美中角力 扮演着最关键 且最具危险性的角色 尽管特朗普和哈里斯 都支持利用台湾 遏制中国崛起 但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 特朗普的做法 更偏向商谈交易 通过经济手段 获取美国的利益 而哈里斯 则会更注重与盟友合作 以强化遏制中国的策略 胡锐洲认为 若哈里斯当选 他会延续拜登外交路线 但恐怕不会像拜登一样 承诺 出兵保台 在他看来 相比本月的围台军演 解放军在9月25日 是射洲际弹道导弹 更以敲响美国 对于爆发核战争的警钟 胡锐洲告诉美国之音 川普在美中台关系里面 遏制中国跟贺锦丽 哈里斯是一致的 但是他在经贸方面 还有透过谈判交易 来获得美国的利益 民主党有更细致的一个运作 拉帮结派 透过很多的 跟盟友之间合作关系 来强化他遏制 中国崛起的这个目的 川普的话 比较不重视盟国的关系 但胡锐洲也表示 美国现阶段 仍深陷俄乌战争和中东战场 因此不论谁当选总统 都会希望亚洲能平静 尤其在台海和南中国海 在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 10月17日举办的 美国大选与两岸关系座谈会 中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薛建吴分析民主党党纲 纳入《台湾关系法》 三份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 共和党党纲却未替台湾 预料将以谈判方式处理两岸问题 这对台湾更具挑战 台湾民众对两党候选人的态度 位于台北的金融业人士郭舒婷 则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直言 他希望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当选 因为这位谈判专家善于开架 且条件明确 台湾可以付费买安全 郭舒婷说 谁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军购 是可以更明确的 更快速的 让台湾可以选择要买什么东西 然后要做什么样的训练 对台湾的帮助是最大 对台海的目前的稳定性是比较足够的 美国两个领导人 谁在遵守约定或制定原则上面 是比较能够互相有所谈判的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郭舒婷认为 特朗普同时也利用课征关税 作为经贸筹码的下足中国 他形容特朗普把美国当成企业经营 要竞争成为第一名 在开价卖东西给中国的同时 也会抑制中国超越美国 相比之下 哈里斯像是 承诺卖服务却一直不开价的人 此外 他担心哈里斯在应对美国国内问题上表现不足 恐会导致美国衰退 从而无法兼顾台海问题 但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学生王同学则认为 若哈里斯当选 且延续拜登路线 会让他对台海局势较有安全感 王同学说 如果中国打过来的话 拜登承诺 他们会派兵协防 特朗普的话则是说 如果中国打过来的话 会加增关税200% 拜登力度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认为这样比较安全 台湾民众关切美选经贸论战 除了安全议题 两党候选人的经贸政策 也受到台湾民众的高度关注 特朗普提出 对多数进口产品 征收10%至20%的关税 计划对中国征收60%以上的关税 推动美中脱钩 相反 哈里斯则主张 去风险化 不完全与中国脱钩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薛建吾表示 共和党在外交上是美国第一 和民主党全球主义不同 但两党对中国存在共识 将采取更严格的贸易政策和科技封锁 位于台北的金融业工作者 许先生认为 若哈里斯当选 渴望延续拜登温和的经贸路线 对台湾经济较有利 反之 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会紧缩贸易壁垒 鼓励芯片制造 高科技产业 回流美国 或在美国设厂 对台湾并非好事 政大学者胡瑞周则指出 美国无论谁当选新任总统 都会希望掌握台积电 尤其尖端芯片制造 例如 特朗普就曾抱怨 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 因此 台湾需尽早做出中长期规划 灵活因应国际局势变化 和国防战略部署 台湾产业界的期待 位于台北的 户贵星业一财执行长郭嘉勇认为 美国跟台湾是科技产业 跟供应链契合的合作关系 因此 美国总统选举结果 对产业面低影响不大 郭嘉勇表示 处在两墙夹缝的台湾 在半导体领域掌握定价权 和美国的 有按外包同盟 关系也更紧密 特朗普即便对全球提高征税 对台湾课税几率仍低 因为美国离不开台湾供应链 郭嘉勇直言 中美存有竞争关系 经贸脱钩 促使美国品牌或通路 避开中国制造 让台湾受汇于 转单效应 郭嘉勇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过去可能会用中国大陆供应链 现在因为脱钩的问题 台湾供应链完整 台湾是最适合的 做设计代工 也会碰到中国大陆的公司 也希望把他们的产品 变成是台湾制造 然后攻美国 台湾制造对台湾是一个机会 郭嘉勇认为 不管谁当选总统 都不易改变 美国以国家利益定调的政策 如同过去 美国会用国家力量 扶持合作对象 包含日本 韩国 台湾和中国的经济高速成长 都得利于美国国家政策引导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新如 对本文艺有贡献 普京不否认朝鲜向俄罗斯派军队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星期四 10月24日 没有否认 美国关于朝鲜向俄罗斯 派遣3000名军人的说法 但表示 朝鲜军队如何部署 由莫斯科决定 包括可能派遣 他们到前线与乌克兰作战 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 朝鲜军队10月出京海陆 前往俄罗斯 然后被派往几个军事训练场 美国对此表示担心 因为他们随后可能会在 莫斯科与乌克兰 长达32个月的战争中 与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 使冲突大幅升级 普京在回答记者 就显示 朝鲜军队调动卫星图像的提问是说 图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如果有图像 那么他们就反映了一些事情 但他坚称西方国家派遣北约军官和教官 帮助基辅抵御俄罗斯 加剧了乌克兰战争 我们知道那里有谁 来自哪些欧洲北约国家 以及他们如何开展这项工作 普京说 这位克里姆林工领导人 特别提到了俄朝伙伴关系协定中 有关共同防御的第四条 有第四条 我们从未怀疑过 朝鲜领导层会认真对待我们的协议 但我们在这一条款框架内做什么 是我们自己的事 普京说 他说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战线的 所有前线地区推进 并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围困了大量乌克兰军队 普京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 批准了他6月访问平壤时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预计上议院也将很快批准 这项协议要求俄罗斯和朝鲜 在一方受到攻击时 立即使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援助 这标志着莫斯科和平壤之间 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联系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罗斯汀 星期三告诉记者 朝鲜军人在俄罗斯正在干什么 还有待观察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 科比 张科比 表示 美国正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 全面了解这一局势 我们还不知道 这些军人是否会与俄罗斯军队 在乌克兰并肩作战 但这种可能性 肯定令人高度担忧 科比说 我们已经向乌克兰政府 通报了我们对这一局势的了解 我们当然也在与其他盟友 伙伴和该地区的国家密切磋商 讨论如此戏剧性的集体行动的影响 以及我们可能如何应对 科比说 目前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 但我们要明确一点 如果朝鲜军人真的参战 这一事态发展 将表明 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 越来越绝望 科比补充道 俄罗斯每天都在战场上遭受巨大的伤亡 但普京总统似乎有意继续这场战争 科比说 在战场上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官员星期四表示 俄罗斯连夜用大约十几架无人机 袭击了该地区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 谢尔盖 波普科 斯萨埃·波普普科 表示 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所有无人机 没有人员伤亡或损失的报告 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 州长维塔利 金 维塔利·金 在Telegram上表示 军方击落了三架俄罗斯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表示 他们击毁了七架乌克兰无人机 其中四架在库尔斯克地区 三架在黑海上空 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官员也报告说 那里连夜有几架无人机被击落 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的杰夫·塞尔丁 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本文部分参考了美联社 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支持 欢迎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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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